韓國瑜為什麼會讓很多媒體記者喜歡 哪怕很多人不喜歡韓國瑜 但是會被他收買就是因為他的心情 之前因為大家知道有一些評論員對他特別的照顧 他那個H外套 已經在拍賣會上賣到百萬大家記得嗎 結果韓國瑜他也想到 哎呀這些人有照顧過我 所以呢他把那個H外套 每一件都親自送到我們手上 我當時想說 你不是在忙嗎 你不是從總統大選嗎 你怎麼有辦法送到我們面前 結果他那種真摯的眼神 直接眼神這樣真正告訴你說 因為我要謝謝你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 韓國瑜還有 他最可愛的時候就是大家常常在總統選舉 或者高雄市場選舉講的 他的喝酒事情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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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瑜喝酒不是一個十二不赦的事 可是大家都會把他喝酒講 哇韓國瑜喝酒耶 好像講馬英酒喝酒耶 最好你蔡英文沒喝酒 陳時中沒喝酒 陳其邁沒喝酒 哪一個人沒拍過你們 陳中喝酒紅酒的畫面 可好看的呢 韓國瑜喝酒又什麼 如果像我們這些記者 評論員私底下跟韓國瑜喝酒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這個人喝酒好有趣 前面的時候他會非常假掰 在他還沒有稍微帶點酒意的時候 他會開始幫你倒酒 喝到他酒性來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金句連發 然後他會把你 他曾經你在節目上講過他的話 全部一字不漏的開始把它全部列出來 譬如他曾經講過 柔柔智 你曾經在講 在節目上 也與我這顆光頭 比雞蛋還要圓 我還記得 這杯酒喝下去 那一杯酒 我覺得喝下去充滿了有趣味 不像是跟一個曾經經過總統大選的人 喝過的那一杯酒 這杯酒 哥 喝的不是政治 喝的是友情